哈喽,我是小玲 今天来一起干货满满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保养面部皮肤的小方法 我用到的工具有 第一个刮沙板 还有就是爱贴公司出产的爱草榫露 再有就是针对面部设计的爱草精油 别小看这么一小瓶爱草精油 用两个月是可以的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示范 如何来保养面部皮肤 首先我们要用到爱草榫露 爱贴公司生产的爱草榫露 没有添加任何添加剂 它是爱纠贴的顺带产物之一 爱草榫露超级好用 它的补水效果非常好 用起来也非常简单粗暴 像我现在正好把脸洗好了 我就把这个爱草榫露把它打开 然后轻轻的往脸上喷一下 这样轻轻的喷一下 然后把手搓热 搓热轻轻的这么暗揉 轻轻的这么暗揉 让这个榫露慢慢的吸到这个皮肤里 在暗揉的时候你可以闻到 轻轻的一股的爱草的香味 因为这个笋露是笋天然的 加上它又没有添加任何的那个添加剂 所以小孩可以放心的使用 我们就是这样子慢慢的这么暗揉它 让这个笋露进到我们的皮肤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第一步 面部皮肤的保养除了补水 我们还要用到针对面部皮肤设计的精油 我们把这个精油打开 大概用上这么四到五滴吧 然后把它搓热 然后我们轻轻的按摩到脸上 按摩到脸的皮肤上 就是这么样子轻轻的按压它 轻轻的按压它 有可能的话 我们再把我们的脖子按那么 也给它加一点点精油 如果是白天 你这么样子就可以了 在晚上我们还可以做它的第三步 也就是我们来刮沙 刮沙不仅可以促进这个精油的吸收 也可以促进我们脸部的气血循环 我们就用这个刮沙板来刮沙 刮沙主要是从左边开始到右边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左边的这个眉骨 这个地方往上刮 刮到这个法际线这个地方 就这么刮 这个动作主要是消除我们的抬头纹和一些假性的皱纹 这样子刮 大概每次刮五次就差不多了 刚开始刮完脸额头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地方有点红 你不用担心 它慢慢就会削的 我们接下来来刮眼睛 眼睛是我们最重要的部分 因为现在我们用眼睛真的是太多了 怎么刮呢 在这个眼睛这个里面有个精明穴 我们就从这个精明穴这里往下刮 大概刮五下 然后从左边开始刮了五下 然后从再刮右边从精明穴往下刮 也是刮五下 刮完这里以后我们再刮眼睛的这个上面 然后从这个精明穴这地方开始往上刮 一直刮到我们的太阳穴这样子刮 也是刮五下 左边五下 然后呢 右边五下 就是这样 刮完上面以后呢 我们就来刮下面 下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 叫做陈细穴 这个穴对眼睛的保护有很好的作用 也是这样子刮五下 我们现在用眼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们时时都要保护我们的眼睛 我们可以经常刮我们的眼睛 尤其是在这个地方有个陈细穴 我们经常刮它对保护眼睛有非常好的作用 那么我们刮它不一定只刮五下 可以多刮几下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怎么 怎么用刮砂板来刮我们的额头 蓝淡化我们的抬头纹 还有怎么用刮砂板来刮砂来保护我们的眼睛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做一个面部的全部提拉 怎么去做这个提拉呢 我们首先从这个银箱穴开始 银箱穴在这里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刮砂板的这个地方点压这个银箱穴 然后往上提拉 到这个太阳穴 就是这样子往上提拉 这个提拉的动作呢 其实主要就是要淡化我们的法令纹 然后接下来我们又从我们这个地基穴往上提拉 也是提拉到这个太阳穴的这个位置 就是这样子 那么从地基穴这个地方往上提拉的 主要也就想改善我们的苹果肌 就是这样子提拉 提拉完地基以后 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 因为我们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下额线如果如果很明显很漂亮 好的话其实看上去也是很漂亮的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 然后往上提 往上提提到我们的辖车穴 再到我们的一封穴 就是这样子提拉 然后提拉到这里 然后往下做一个排毒 做一个淋巴排毒 等于就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 你知道这个刮砂板有一个口 正好就是在这里 你可以从这里开始 然后往上提拉 从这个辖车穴 然后再到我们的一封穴 然后往下做一个淋巴排毒的 排毒的动作 就等于就是这样子 那么整个的面部的提拉 也这一半的这个面部提拉 我们就做完了 那么搞完这边以后呢 我们就继续提拉这一面 我们提拉也就是从这个银香穴开始 然后到太阳穴 然后到太阳穴 改善我们的这个 改善我们的法令纹 然后呢我们又从地级穴 然后这样子往上提拉 来改善我们的苹果肌 我们也就这样子 最后呢我们也要改善我们的下额穴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朝着这个辖车穴和这个一封穴 往上提拉就是提到我们的辖车穴 再到我们的一封穴 然后从这个一封穴开始 往下做一个淋巴排毒 就是这样子刮 实际上就是做个淋巴的排毒 那么整个的这个脸部的提拉 我们就做完了 刮完沙以后 脸部会有一点点发红 不用担心 它会慢慢消去的 这样一个已有养肤的三步过程 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再拿出纯穴 然后喷一下 搓热我们的手 然后按腰 这样一个汉堡包式的 已有养肤的方法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就美美的去睡一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 你一定会发现 你的皮肤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改变 最后肯定会有人问 用刮砂膏去刮好不好 它肯定没有精油好 因为精油的渗透性还是很强的 那么又有人会问 如果这个脸部有这个多余的精油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可以 就是看到脸部有些多余的精油之后 我们可以再喷一些这个纯禄在脸上 纯禄它又是一个非常好的 已有养肤的过程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 那么肯定又有些人会问 油性皮肤可不可以用精油呢 答案是肯定的 你可以用精油 因为反而你用精油的话 你会让你的油脂分闭更加平衡一点 不信你可以试一下 用完油性皮肤用完精油以后 再用这个纯禄喷一下 湿敷它一下 如果你是干性皮肤 你会你就可以直接去用它 你发现当你的皮肤完完全全 吸收了精油以后 你的皮肤真的会越来越好 我们经常用刮砂板刮我们的眼睛 可以起到保护视力的作用 我们用刮砂板经常做我们的面部的提拉 这个动作可以维持我们面部的紧实度 所以我们要经常做我们面部的养护 以油养肤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比用面膜要便宜很多 效果也好很多 经常会有人这么说顺其自然是个骗子 人到了一定岁数不是老就是胖 而且这个面部是下垂的 但凡看上去精致好看的 在暗地里都是暗暗下过功夫的 所以没有医劳有益的事情 坚持面部的养护 以油养肤 你会发现慢慢你的皮肤看上去会越来越好 分享生活是种乐趣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